CNC 好 那我們今天來教大家如何排出ECN這個問題 那ECN主要就是裡面的 Bump在推檔的時候 它有一個電源控制它要推多少檔 那個電源感應不到東西 所以我們先來看到底是馬達卡住 還是齒輪卡住 那機器的背板有4顆螺絲 我們把4顆螺絲拆下來就可以把背板打下來 那現在打開後卡以後 我們會看到這裡有一個大齒輪 這裡有一個小齒輪 那這個是連接幫符 就是連接馬達 我們要確定到底是哪一個卡住 那我們先裝裝看這一顆 這一顆現在轉得動 但如果轉不動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把皮帶拆掉 才可以知道到底是這邊卡住還是這邊卡住 假設現在這邊卡住了 那我們要把皮帶取下來的話 這一個小齒輪 旁邊有兩顆內六角螺絲是3mm的 用這種L型的內六角螺絲 反手就可以把它轉開了 轉開以後 我們把小齒輪往外拉 然後把皮帶壓著 這樣就可以拿下來 然後把皮帶拿下來 再來裝裝看 如果這時候這裡轉得動的話 那我們就來確定馬達是不是真的有卡住 那我們把電源線接上來 然後開機 然後隨便那顆按鍵 看看它這一根軸心 馬達軸心會不會旋轉 好 這樣就可以了